日本疫情急剧升温 22号单日新增确诊数 首度突破了5万人大关 日本第六波疫情来袭 全国各地的确诊数都在刷新记录 虽然Omicron的重症率比Delta还要低 但是受到疫情升温的影响 日本全国的重症患者数 还是在短短三周内暴增了八倍 从1月1号的51人 上升到22号的424人 紧绷的医疗系统再次受到冲击 疫情同样也不乐观的还有香港 和葵冲村各个楼宇相关的个案 无论是已经确诊的个案 或者是初步确诊的个案 累计是105宗 分布在三座楼的 近日香港居住人口最多的公共住宅 奎永村发生了同大楼 不同楼层不同座项的居民 接连确诊的情况 疑似Omicron社区感染 以几何事的形态爆发 目前当局已经紧急封锁六栋楼 强制裁减了三万七千多人 全力围堵这波新爆发的Omicron疫情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环宇新闻